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Jessica 1997年當年年僅7歲的爾塞亞·羅賓 第一次在加里福尼亞州聖貝納迪諾繁華的 說唱音樂領域聲名著起 現在爾塞亞在德克薩斯州 做以上帝為主題的音樂 初期爾塞亞和他的團隊只是在車庫裏表演 後來和傑斯、克里斯布朗等音樂界巨星同臺 更為著名的美國音樂唱片公司Death Jam和Death Road錄音 而且擁有自己的商業廣告 霸佔整個黑人娛樂電視台 爾塞亞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 當年輝煌時 如何在長灘市拍攝的一部大製作的音樂作品 有豪華的紡車和大量的道具 整個團隊崇拜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 美化黑幫、勾引女人 這些是生活的全部 爾塞亞當時並不知道整個交易是卑鄙的 後來才徹底明白 邪惡的種子早已在體內埋下 自己所見所聞激發邪惡的一面 在精神上遠離了上帝 爾塞亞說 自己參加過不同的好萊塢聚會 周圍充滿負能量 在那裡毒品都是公開的 有吸毒專區 不同的房間有不同的服務人員 真是很惡魔化 甚至最終和一個男人搞在一起 主要此類的事情 現在 現年32歲的作詞家 爾塞亞在精神上和過去判若兩人 目前在德克薩斯州工作 致力於在謊言遍地的媒體 好萊塢和音樂行業 喚醒觀眾的真實自我 這位藝術家說 人們的精神已經死亡 所以想給人們一些希望 回顧這個行業 爾塞亞知道 很多藝術家自己都承認 為了金錢和名譽 將自己的靈魂出賣給撒旦 外表乾鮮亮麗 但是靈魂深處就發生最劇烈的撞擊 爾塞亞說 大家知道不能出賣自己的靈魂 但是當自己身處那種環境的時候 確實面臨一場艱難的精神抉擇 在這樣的環境之中 出賣靈魂之後 就完全將自己交給撒旦魔鬼 至於名利 無需多慮 魔鬼會為你安排 魔鬼控制著整個世界 但是金錢沒辦法換來生命的永生 也不能填補令人內心痛苦的精神空虛 爾塞亞這個花花公子 或向無底的深淵 吸毒、癒酒、玩女人 甚至跌入谷底 巧合是爾塞亞覺醒的吹發劑 爾塞亞23歲時 在聖安娜的酒吧第一次吸食毒品 從那時候開始生活就改變了 雖然那種感覺很好 但是這個習慣就好像滾雪球一樣 越滾越大 已經記不起有些晚上是怎樣度過 只是覺得這些好型 好享受這種時光 28歲的爾塞亞 正在出賣自己的靈魂 爾塞亞放蕩的生活方式 到2019年達到頂峰 當時爾塞亞是一家俱樂部 因為毒品和龍舌藍酒而大發淚亭 爾塞亞感到自己完全被惡魔控制 自那次之後 爾塞亞擔心那個真正永恆的自我 永遠被罪惡封印和神隔絕 隨之而來的爾塞亞 無法控制的濠濤大哭 直接哭到喘不過起來 儘管爾塞亞感到精神轉變的機會就在眼前 但是爾塞亞還未完全做到 這位說唱歌手隨後陷入更嚴重的 於宇宙和吸毒的泥潭之中 但是爾塞亞聽到主的召喚 爾塞亞告訴朋友 不知道自己還能和朋友繼續狂歡多久 接著爾塞亞開始莫名地在YouTube上看報導的節目 有時會看到凌晨5點直到太陽破曉 2020年9月16日奇蹟發生了 爾塞亞說 這是超常的神的靈體來到房間 爾塞亞感受到神的慈悲崩潰了 法治內心一直哭 直到覺得慾望變了 因為爾塞亞臣服於神的引領 之後就沒再喝過酒 不再碰毒品 也不再咒麻 爾塞亞在YouTube上和粉絲們分享這段 超常的體驗 他說 當時自己不明白是甚麼一回事 但是現在知道了 神將聖結敬力魂給了爾塞亞 朋友們 爾塞亞體驗到神的存在 神從未離開過爾塞亞 現在的爾塞亞對神充滿熱愛 甚至一想到會令神傷心 爾塞亞就會濫過 現在 爾塞亞很少與那些長灘市的老朋友聯繫 那些朋友仍然喜歡那種 花花公子式的生活方式 但是也知道爾塞亞的選擇是正確的 爾塞亞仍然在音樂創作之路上前行 新歌He lied 講述魔鬼怎樣通過謊言 直入人的信仰之中 從而將人類引入毀滅之路 在爾塞亞的迷你專輯 Controversial之中 爾塞亞更加政治化 以說唱的方式 揭露國家腐敗的領導者們 墮落的思想灌輸 爾塞亞說 管理這個國家的精英是老闆的急先鋒 而老闆又是誰 就是魔鬼 即使如此 爾塞亞覺得這些精英們仍然值得被救到 永遠都不會遲 精英們只是好像爾塞亞一樣被欺騙了 爾塞亞說 人們覺得自己是在這個深淵之中墮落太深 不能夠再被救逐 但事實上 人墮落得更深 都是還有機會的 如果爾塞亞能夠跟那些誤入歧途的人對話 爾塞亞會說 就算那些人偏離得再遠 上帝都能夠拯救人 但是人必須自己要從謊言中走出來 向上帝尋求幫助 爾塞亞指出 後特朗普時代的音樂界正在從彼子說唱 往一個全新的保守的方向發展 那些是因為那些人渴望某些東西來滋養靈魂 特別是現在音樂界已經變得越來越惡魔化 所以那些人正在尋找出路 而這個出路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代表人們的是 撥開謊言迷霧的真理 在充滿黑暗的迷霧之中 我們帶來一絲光明 爾塞亞除了製作為上帝全福音的音樂之外 仍然循迴演出 她開自己的直播頻道 以及公開演講 和那些迷惘之人分享真理和人生感悟 並且拓展著其他項目 包括自己的服裝系列 Godly Bites Apparel 以上的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Michael Wing 報道 自依名編譯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來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鐘仔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支持真相 支持真相